宝宝的大便又干又硬,应该怎么办呢? 如果宝宝的大便又干又硬, 当干硬的大便经过肛门时, 可能将肛门的组织撕裂,形成痛楚。 为了避免痛楚,它会压抑排便的需要, 令便秘的情况变得更严重。 要改善大便质地,家长需要留意以下几点。 首先,如果宝宝刚转用较大婴儿配方奶粉, 大便可能会变得干硬, 因为通常较大婴儿配方奶粉的乳清蛋白与烙蛋白的比例 会较出生婴儿配方的为低, 需要较长时间消化, 这些都会令便秘更容易出现。 其实,只要宝宝进食固体食物的情况理想, 家长可以继续让他吃较容易消化的出生婴儿配方。 第二,进食固体食物后, 家长除了要给他足够的水分外, 更可加添蔬果来增加纤维。 苹果蓉、梨蓉、碎西兰花或菠菜等都是很好的选择。 如果家长已经运用以上的方法, 情况仍然未改善, 又或者宝宝出现腹胀或大便有血的情况, 便要向医生查询。 家长要谨记, 千万不可使用任何卸药或灌肠剂, 以免造成不良后果。